餐館后面厨房 它有一台10吨的一台空调 然后呢 这空调呢 漏腐脸 我上次过来查的时候 正常运软的时候呢 它只有38个PSRG了 所以呢 漏腐脸漏得非常厉害 我刚才上去 上去看了一下 打开了一下 里面的靠油上都是油 但是 我用我的Leak Detector呢 没有检测到 然后呢 后来我发现在它上面 在它上面有好多油 有好多油 有可能是上面的油 漏下来 然后到里面去的 然后我上去之后 我让大家看一下 你看 你看 这个梯子它这个地方正好一个桌子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要我这边这个Leak Detector之间的充电了 然后呢 但是我 下面看了好多 好多油好多油 然后呢 关键是 是机器的两边都是油 所以呢 两边同时漏 也有可能 但是这种 这种可能很小很小 我戴上口罩 因为这灰特别大 灰特别大 你看 全是电线 全是管子 电线管子 你换靠油都不好换 你看啊 而且最恶心的 它用的这种 这种最早餐的 我最讨厌这种 你焊接啊什么的时候 你以后 这焊接都不好焊 但这些人 他为了那个啥 他懒 他为了懒 为了那个啥 自己方面 他不用这种 他不用这种 然后呢 我把这边打开了 然后呢 那边我也给它打开了 咱这两边的那个什么 里内侧都是油 都是油 然后呢 我下面用 Leak Detect找不到 找不到 然后呢 但是 我上来之后 我看了一下 你看这个上面 What the fuck 全是油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 全是油 然后呢 我看 油可能是从它 焊接的这个地方漏 所以呢 我关到下面 拿了个简子 我现在给它 给它打开看一下 应该是它焊接的地方 这儿 这哪个地方漏 你看它又正好用 用这种 用这种 然后insolution 我最讨厌这种了 你看 而且这种地方都是 都是焊接的地方 你需要焊接 你把它打磨 打磨这种都很难打磨 OK 然后应该是 应该是这儿漏 应该是这儿漏 哇 看这点油 看到没有 看那个油 应该是这儿漏 因为我刚才用leak detector 虽然里面都是好多油 但是呢 那个leak detector 检测不到 它漏那么厉害的话 你看 看到没有 这个 看 最讨厌了 这个就像磊青 就像磊青 你看那个油 哇 有可能是它没焊接好 你看 哇 我把它打开 我把皮取下来了 你看 啊 具体哪个地方 我还不知道 现在 有可能是焊接的地方 你看 然后我往这拨 你看 这里面全是油 看到没有 这里面全是油 你看 你看那个油 看这个油 哇 有可能是这儿 你看 哇 有可能是这儿 就是从这儿 你看刺出来的 这儿特别薄了 看这儿 有可能是这儿 哇 怎么会一直到这儿 这儿呢 哇 如果这儿漏的话 哇 这地方都没地方 站在这个 我一直给它拨 在这拨上油 我看哪个的灰味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的话 那就是说明这边漏 你看 这灰特别大 你看到没有 在那个LED灯下面一看 特别大 灰特别大 所以呢 你看 我带了一个这种 看到没有 看 它一直朝里吹气 一般的口罩不行 一般的口罩的话 你那个 你往里吸 但是呢 它还是那个什么 那个 还是好多灰火会进去 然后呢 你这个 它这个的话是 把空气过滤 它有个filter 看到没有 看 它有个filter 看 一个hepa filter hepa filter 完了这个filter 把那个 把那个空气中的 脏东西滤完之后 哇 有可能是这儿漏 这种管子是 是1.5个英尺的 估计 估计是这儿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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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呀 看 看 再往上就是干的了 再往上就是干的了 然后呢 应该是这个地方漏 这个地方漏 漏 顺着管子 顺着管子 然后漏到那边去 用这种不好焊 你看 你看这个油 看到没有 看 我整个给它拿掉吧 整个给它拿掉 你现在找的是哪个地方 你看这个厚 特别大 所以一定 一定要带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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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油条完了之后看 然后呢 它 吹到口罩里面去 哇 应该是这儿漏 应该是这儿 然后下去它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我去拿 Hopo Solution 然后我从那边喷过来了 从那边一直喷喷 然后呢 找到了 Shit Look 看 哇 哇 What the fuck 这是汉街 你看了没有 也就是说 汉街的时候 你只要 你汉街的时候 只要点不到它 那那个地方肯定将来会漏 看到没有 你看 再往上走就是好的了 就是干的了 你看 下面从这儿开始 越来越湿越来越 它应该是漏 因为它那个是包着的嘛 所以呢 漏的那个 铺粮 加这些 韵花油 全部到下面去了 全部到那儿去了 你看 哇 我这 哇 10灯的 压烧机 幸好没有烧掉 压烧机 我上次来的时候还行 看 看 哇 这个还不好焊 我再继续找找 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 好 今天早上过来给它焊一下 再焊一下 然后呢 呃 因为因为它是10吨的嘛 这是10吨的 看 这是10吨的 你看那个压烧机 压烧机是 ZP103K 这是103,000个BTU的 103,000 BTU 然后呢 呃 你看 这个里面基本上没有了 看到没有 才129 全是气体了 全是气体了 OK 但是虽然全是气体 但是呢 呃 因为它这个吨数比较大嘛 吨数比较大 所以呢 这个里面估计还有上 至少有上个一两磅浮力啊 所以呢 你要给它做个泡沫档 把它压到外机来 OK 因为在这个系统中 如果是有压力的话 你焊不上的 你一烧那口呢 它反而出的更厉害了 这样的话你根本就焊不上 所以里面没有压力 然后呢 我先做泡沫档 这边把这边已经shut up了 已经切断了 现在的话 这个的话是 直接这个什么东西 直接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压力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 直接把它转过来 然后呢 这样内机和外机的弗里昂就分开了 OK 就是外 就是里面的弗里昂基本上就没有了 然后呢 都压到外面来了 OK 哎 这个是 这个就是碰不到 你看 我打磨完了之后 看 这没有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那个 等一下 看 没有任何的那个 焊条 它应该是蹲在那个机器那儿焊的 因为啥呢 因为我看到这边 这边它都放很多 它有的那个焊条甚至没有画 你看 这儿 这儿 看了没有 这儿的焊条都没有画 你看 一看这就是新手 焊条竟然都没有画 然后我把底下也打磨了一下 等会儿万一弄啥的话 嗯 我就顺便也把底下弄一下 嗯 我准备用45%的 45%的 45%的银条来焊 OK 看 看上了 我用45%的银条 银条焊的 OK 看 我把上面 上面给它焊 下面 也给它补了一下子 你看它下面也没没焊太好 看 你看 吼吼吼吼 特别烫啊 我来刚仔细查了一下 没任何问题 没任何问题 45%的 你看和它这颜色 旁边的都不一样 OK Good 先出去 抽真空 不准备放上 哇 下了 你看 哇 非常热 早上 你看 尽管是早上 所以呢 你要在艾提克上工作的话 不要 焊东西 或者是换东西 一定要早来 一定要早来 OK 好 我给它放了个新的 从那 它原来那前面还漏一截 我现在直接给它顶到头了 然后呢 把它绑过来 绑过来 然后呢 你看 把它老的给它去掉了 这样的话 下一次如果是再漏的话 哪个地方 我把它拨开 我就知道哪个地方漏 也就是 因为 因为它那个旁边还有两台嘛 它后来又装那两台 所以那两台一 一那个一加入之后呢 这一台不冷的话 它感觉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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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长时间之后 才能感觉到这这这这台不冷 哇 你看这个汗水 看这个汗水滴下来了 然后呢 所以呢 感觉不到 然后呢 你看这 我要去拿一截 正好插一截 插一截 一定要给它包眼神 像这种那个特别冷 然后呢 它会滴水 它会滴水 你看 你看这个油 这油滴下来之后 你看啊 我把侧面打开了没有 然后我当时找漏的时候 因为因为我就直接头伸上来 把这个门打开 我就在这查 怎么都查不到 怎么都查不到 然后呢 你看 你看另外一边 看到没有 那个深颜色的 顺着那个泡流 深颜色的那个就是油 也就是从那边那个油 油也漏进去了 然后你看这个油 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板上的油 所以呢 我当时找了半天 误导了我 半天 幸好我到上面来看一下 在上面一看 哇 说的 全是油 看这个 好了 这包好了 这边 你把这个剪开 剪开之后呢 然后你这样直接包的话 这不是 这个角里面 你看 你把 你把两面的角 让它去掉 看 正好包上 你看 正好包上 经常会遇到 就是拐弯的时候怎么包的 你看 看 没问题了 然后呢 这边 这边 它原来找人修过 先给它放两个钉子 这就没有放 那这呢 你看 然后呢 我给它用胶带 用这个 lumen的胶带 给它沾上来 OK 好 这边这个放过去 这边也打到底了 然后 没有 好了 出真空 然后呢 把这个浮两 都 碰不当的 刚才都放进去 现在里面呢 是133.4 133.4 我们现在开一下 开一下之后 我们给它冲一下 好 基本上好了 131 131 131 然后呢 你看一下 就是 多了200 208盎司 208盎司 然后呢 你看 这个压锅机上 压锅机上 那个低压管上 全是水 昨天 昨天因为那个 比较忙 因为我早上早早的过来 给它 给它焊的 焊了大约 大约快到12点 11点多 11点多 然后呢 我就赶快到下一个客户呢 去了 把最重要的事情忘了 因为它那个漏了好多油出来嘛 漏了好多油出来 所以呢 我要给它加点油 要给它加点油 但是忘了 但是太忙了 然后呢 我今天早上 回来给它加点油 你看 像这种 你不是抽真空的时候 然后加的 你要是抽真空的话 你看 它这个 它这个温度到了 温度到了之后它停了 正好我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呢 因为它运软的时候 只有在运软的时候 你可以 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油充进去 它运软的时候压力低了嘛 然后你用浮量的罐子里面压力 然后就可以把它冲进去 然后呢 你看 你如果是在抽真空的时候 那个时候 然后呢 你抽上一半的真空 然后抽上一半真空之后呢 然后呢 你把那个油灌上 灌上之后 然后刷一下的那个油就进去了 吸进去了 那现在的话 它里面有浮量 有浮量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因为 因为那个东西 那个时候呢 你把它冲进去之后 你进点空气没有关系 因为你要继续抽 还要继续抽 然后把里面的空气 然后抽出来 现在的话 它里面已经有浮量了 然后呢 里面是一个 是一个正常的系统 然后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办呢 好 好了 全部进去了 全部进去了 好嘞 煎到一般是好吃 应该没问题了 应该没问题